单挑啊 这翻牌啊 两张四啊 安迪直接拿到炸弹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哎呦喂 老鱼这是在干嘛 上一手牌输的还不够惨是吧 查尔斯在卡到位 用一手二六方块做了四败 PTF的一对九根了下来 马软诺勾七草花 面对两个对手啊 这牌 可打可不打 盖牌那么单挑 对手越少的话 查尔斯的机会啊 还是大一些 翻牌二八十 查尔斯拿到一个底盾 PTF被盖了一顶帽子 但也有可能呢 完败于查尔斯手里的抄队啊 翻后查尔斯做了 将近半尺的下注 看PTF信不信了 你用什么呢 勾勾圈圈啊 有可能 而这个时候 我觉得查尔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啊 因为PTF随口问了查尔斯一句啊 你拿着什么牌啊 查尔斯说了一个 我手里啊 有一对 PTF听到查尔斯这么说呢 他直接跟了下来 实际你细想一下啊 如果手里真的是两对 甚至是赛斯这样的牌 牌手应该不会透露任何信息给对手啊 但如果对手什么都没有 他反而会可能说啊 自己有一对啊 两对啊 这样的牌 而牌手最不可能的就是 手里有一对 他还说自己有一对啊 我觉得这是查尔斯露出的破绽 而探上一张黑桃钩 前门的铜花被发了出来 探上查尔斯下注八千 这八千打的吧 倒是挺像一个超队啊 在做阻止性下注 PTF稍作思考 还是跟了下来 他认为查尔斯没有中牌 而最终合牌竟然是张六啊 哎呀 查尔斯这运气啊 可以的 没中牌的话 合牌这一枪本来很难打得出来啊 但查尔斯还是在做了半池的下注 PTF应该是要萌生退役了 这手牌 查尔斯真的应该给核款小费啊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哈利六八红桃 还在位加注到了500 大猛卫的查尔斯拿到了一对狗 三百到了两千 江口卫的老爷子 A2草花 哎呦这是谁来了 小黑胖子 山山来迟啊 来这么晚啊 应该要罚 我觉得可以罚什么呢 现在大猛不是一百吗 就罚小黑胖子后面三手牌 至少都要做一个一千刀的straddle啊 回到牌桌上 哈利竟然想搞查尔斯 你是不认识查尔斯吗 一个五千刀的四败推出来啊 甚至还没听见响 反手就吃到了一个五败 你能做四败 你为什么跟不动五败呢 来看这一手牌 枪口加一位的哈利A勾 这是做了一个加注啊 小黑胖子一直跟这说啊 你别加注啊 咱俩关系这么好是吧 有益长存 结果哈利点了点头 还丢出了一千五 你看我这下不乐意了 你不能打吗 来来打这个 直接三百到了 三万三千四百刀 你不是挺牛吗 你搞我这三万三 来 我不觉得哈利能跟得动啊 唉还得是这样的尼克尔布啊 这才是我们喜欢的尼克尔布 这是不是一个电话吗 我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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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hand Good hand早就哭了 Good hand能想这么久吗 还在嘲讽哈利啊 大佬爷们啊 磨叽什么 哈利这牌输的太多了 A勾去接一勾印啊 确实很难 Buddy You always have it I'm known for always having it You always have it when you talk a lot I'm known for always having it Would he actually play a big pair or something this way Next always have it Ball 有种你就跟 呃 Henry这边最终还是选择了盖牌 You're my bitch and you know it 50thous You're scared to put in 50thous All right Deal me out This game This game's dead I mean what the fuck 装起来了 不玩了 没劲 这桌子上人都没肿 继续往下看 安迪拿到一对四起老本 没对手了吗 就剩下了查尔斯的三五黑桃 单挑啊 这翻牌啊 两张四啊 安迪直接拿到炸弹 翻后打出300 而他对上的是查尔斯啊 他的进攻呢 可以来的更凶猛一些 毕竟查尔斯很难盖牌啊 尤其是查尔斯 这还拿到了一手三四五七 这是一个花顺双抽 特殊安迪打出500 查尔斯反加到2000 看到这个加注啊 安迪怕是笑开了花啊 一个秒推300 5500刀 查尔斯基本也没做任何的思考 就选择了跟住 盒牌一张黑桃或者一张六都能送走查尔斯 不过还好啊 最终盒牌是一张空气牌 安迪在打的话 查尔斯的盖牌应该不会太难 12000的坡 安迪打出15000 那查尔斯真的是刚不动了 来吧 给你看一看啊 你在面对着什么 吓得查尔斯也是赶紧起立啊 我的妈呀 得亏我没上头啊 这酒肯定是不能再喝了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哎呦 这什么情况啊 查尔斯A哥加注到了6000 而尼卡尔布恰好拿到了一对K 直接推出了10万刀的OIN 哎呀 这才是周五的超高额的魅力所在 A哥对上KK 余老板只有不到四成的胜算 两次发牌的话 我只能说余老板还是有机会的 好 来看看这个20万刀的底池花落谁家 翻牌五六勾 余老板中勾了 那么除了A4道次以外呢 再多了两张勾道次 转牌 嘿嘿嘿 勾竟然来了呀 尼卡尔布被发死了 合牌 有K吗 这样的话 余老板运气真的不错啊 第一次发牌先赢得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第二次发牌再有A4的话 尼卡尔布估计要抱走了 好 10圈2 给到查尔斯卡K的顺子听牌 BOK BOS 转牌一张圈 牌面出攻队 那么这样的话 K不能再帮到老鱼了 最终合牌拿黑刀8 结果还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平分了 再来看这一手牌 查尔斯卡10草花 小芒卫加注到了600 安迪 安迪 勾二同色 在卡道位啊 跟了下来 单挑 翻牌 九勾拳两张草花 我 可查尔斯 天顺不说 还是一个双头 同花顺的挺牌啊 这牌有点强 而弗洛普上 查尔斯并没有打 他实在是不敢打 他怕对手不中牌啊 但转牌呢 第二张钩发出来 安迪拿到了Trip 最终合牌呢 一张A4 查尔斯打出2000的价值下注 但是这手天顺 其实输的牌型还是挺多的 对吧 带钩的钩圈啊 A钩啊 是吧 九钩 最终合牌 安迪反加到6000 查尔斯一个秒扣 啊 安迪说 我应该在Trip上 直接加注啊 给你打掉啊 看错了吧 怎么可能把查尔斯打掉啊 而老爷子呢 看到第二次发牌的那张三啊 一声惊呼 他应该是在讨论啊 如果尼卡尔波这手牌 没有打的话 或者说他没有在的话 那么每个人拿到牌 牌的顺序啊 就会变 反正具体的呢 我也没去细想啊 真的重要吗 我觉得不太重要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啊 这一期视频 先暂且告一段落了 牌桌的战斗刚刚过半 咱们下期接着看吧 下期见 天晨 今天下期见 必须 音乐 出lest 哈哈哈哈